接下来第三个部分的话 那么权限呢 第二部分呢就已经结束了啊 后面的话我们需要注意第三个小节啊 第三个小节呢 我们要做的呢 是这么一个操作 怎么给指定的人放到一个组里 这个不就是用户的修改吗 user mod啊 刚大机刚小机啊 第三个呢 需要去介绍两个词给大家认识一下 一个呢是这个啊 一个是这个 鼠组和鼠组两个啊 发音感觉有点像 有的时候呢不仔细听 真的听不出来 那么这两个词的话是专业的词 那以后呢 大家可以不这么去叫 但是必须要明白这两个词 表示什么意思 前面这个词呢 前面这个词啊 它表示的就是所属的 所属的用户 对了 对了 所属的用户 也就是这个文件的主人 文件的主人 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所属的 主要的主 后面这个属主呢 也不是所属的附加组啊 你如果这么理解就不对了 前面这个组呢 这个组是组人的意思 然后后面这个呢 这个的话是指所属的用户组 所属的用户组啊 是这两个含义 千万不要把这个含义搞错了 因为搞错了 你后面理解就困难了啊 我们一般呢 说这个 其实就是文件的所属用户 也就是文件的主人 说后面这个呢 也就是文件的所属用户组 那这两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在 LS-L 或者说LL命令 列出来的哪一部分 就是这 就是这 就是这两个啊 就是这两个 那么前面这个呢 前面这个呢 叫称之为叫所属用户 前面这个呢 是指所属用户啊 所属用户 嗯 所属的用户 这个是所属用户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 就是指所属的用户组 这个有点小啊 看不清 放个黑色啊 黑色就更看不清了啊 还行啊 那么前面那个root 前面的啊 那个root root啊 就是 宿主 那是这个组 然后后面那个root 哎 后面那个root啊 就是 宿主 是这个啊 感觉两个发音没什么区别 还是这个 语言没学好 p也没学好 这个是指 文件合作者 后面这个是文件 他的一个所属用户组 哎 所属用户组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group的那个含义啊 那么这两个呢 在文件创建的时候 是默认使用创建者的信息 这两项信息 这两项信息 是在文档创建的时候 啊 会呢 使用 哎 创建者 创建者的信息 哎 哪个信息呢 那么用户 那么用户名和谁 和这个叫用户所属的组组 这个主意啊 是组组了 不是附加组啊 是组组 哎 是改变创建者 是这个信息呢 其实就是创建者当时创建这个文档的时候的 用户名和用户所属的组组 再加一个名称吧 哎 组组名称啊 就是这两个信息 例如我们刚才创建的 这个两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哦 这个文件夹 那由于是入团用户创建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用户就是入团 那么由于入团用户 它的组组就是入团 所以后面这个也是入团 哎 这两个都是入团啊 这是这个地方 这个含义啊 先搞明白这个含义 那以后呢 我们也会经常在文件列表里面 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地方需要注意就是说 你一定要区分哪一个是用户名 哪一个是组名 千万不要搞到了 用户在前面 组在后面 这个顺序是固定的啊 前面是用户名 后面是组名 不要认到了 认到了后面就影响到我们设置了 嗯 这是这两个信息 那当然这两个信息呢 是目前来说应该是固定不变的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改呢 这个答案是可以改的 是可以改的啊 可以改的 那如果说你不能改 那万一哪天我把这个用户删了 那这个文件和文件夹就属于无人认领了 那不行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改这个组组和组名称了 这两个都可以改 如果说有时候啊 我们需要去删除 删除某个用户 某个用户 那么则该用户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文件啊 或者文档吧 它的一个 这个啊 组组和 这两个信息 就呢 需要去修改了 啊 现在的话就可以去用我们的修改命令 那么由于它是两个信息 一个是用户名 一个是用户组名 所以我们改的时候呢 有两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呢 叫C-H-O-W-N O-W-N O-W-N 就是Ona的说写啊 但它没有一样啊 Ona的说写 嗯 就表示 应用者 所以呢 它的含义呢 是表示更改文件的 或者文档的 就是 就是它 用户名 啊 它的作用 更改 更改文档的 所属 用户 更改文档的 所属用户 它的语法格式 语法是 C-H-O-W-N O-W-N 然后 空格 加上 username name 也就是 用户名 空格 加上 文档 录性吧 文档录性 然后这里面呢 也会涉及到一个文件夹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文件夹的话 哎 这个地方要加个 档 R 都是大R 你加不加R 就得看你这个文档 它是什么类型了 如果是文件夹 那你肯定要加一个大R 啊 大R 把里面的这个文件呢 或者文件夹呢 也给它改成 对应的一个 所属用户 啊 这个看需要 如果说你只是想改文件夹 不想改里面的文件 那就可以不用低规了 啊 低不低规 看你的需要 这个杠R是可选的 加不加都OK的 嗯 这个呢 是它的含义 那这边的话 我们呢 来一个小的案例 那像刚才这个用户啊 这个 目录 OO OO的话 它本身是我入团屋创建的 那么现在呢 我需要把这个遗产呢 哎 交给谁呢 交给这个TES的用户 交给TES的用户 那由于TES的用户 现在相对于我们路的用户 他属于其他人 他也不算同属 所以他本身呢 对这个权限就比较低了 那我现在要把它交给他 按交给他之后 他就能执行对那操作了 我们说 要想去修改权限 必须要求是所有者 或者说是root是吧 哎 那我交给了 把这个文件所有者交给了 TES的话 那TES是不是就可以修改权限了呀 对吧 哎 这样就行了啊 所以以后呢 他就可以来管理这个目录了 那利呢 就是要求将我们刚才 哎 root 用户 创建的OO 这个目录 其所有者 更改为 TES 那刚才TES的话呢 这个命令呢 我们只需要按照语法来就OK了 啊 那么现在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O里面的这个 O里面还有个文件呢 是吧 这个文件 哎 是我们TES创建的 这个不用动了 好像不用动了吧 本身就是TES的 变不变呢 没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什么意义 行 C-H-O-W-N 哎 然后呢 改成谁 改成TES的 目录是O吧 哎 如果说想要低规 给他加什么呀 干嘛 但是本身就是TES的 所以改不改 好像无所谓啊 嗯 走 为什么不允许 当情是谁啊 TES的啊 肯定不允许啊 先给他回去啊 先回去 他回去之后呢 这时候再来 C-H-O-W-N 然后TES的OO 直线成功了 直线成功之后呢 我们来验诞一下 LL L 或者说LS 然后呢 杠 输线 GIP GIP谁 GIPO 杠 杠 L杠 然后输线 GIPO 哎呀 都有root啊 都有这个O啊 这个就尴尬了啊 都出来了 那就不用管他了 咱去看吧 变了吗 变了啊 变了啊 前面这个变了 后面这个变没变吧 因为后面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 主主名称啊 所以后面没改啊 我们只改在这个前面 那这个效果呢 是对的 没有问题啊 很正确啊 嗯 行 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效果啊 行 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效果啊 执行的命令 执行的命令呢 就是CHOWN 然后TESTA用户名 哎 然后OO 哎 杠啊 这个杠加不加 也是可以的啊 杠加不加都行 用户名 好 加好就OK了啊 好 这是 第一个命令啊 叫CHOWN 它的作用呢 是更改所属的这个用户啊 更改所属用户 那么能更改用户 就能更改属 所以后面呢 有一个与他 相对的啊 或者说兄弟命令 叫CHGIP 其实学到这 我们就发现啊 好多这个Linux的命令 都是缩写 CH 欠解改变 GIP Group 然后呢 CH 欠解 OWN 都是缩写 所以这些命令的话 还是比较好记的啊 那么看语法之前呢 还是先看作用啊 它的作用呢 表示更改文档的 更改文档的 所属用户 所属用户 这个是它的作用 那它的语法格是 和刚才这个 有点像 叫CH GRP GRP 然后呢 这个杠啊 也是根据需要 可加可不加 后面再加上 USERNAME 你要该成谁啊 不是USERNAME 应该是GROV NAME啊 GRP GROV NAME 用户组的名字 然后后面呢 再来一个 空格 文档的路径 文档的路径啊 语法又出来了 那么案例的话 那么还是来改这个 O啊 那么这个遗产呢 交呢 咱就交到彻底一点啊 就全交给它了 将刚才 苏的用户 创建的Om路 它的这个 所有者 我们已经改好了 并且 将这个 所属 用户组 也改为 Test 有没有Test这个组 有 因为当时我们在创建Test的时候 并没有指定它的组 所以呢 它会默认有一个 同名的组 啊 行 那么命令 Ch 我再去 GRP 然后 杠 杠啊 加不加 无所谓 因为本身里面那个文件已经就是Test了啊 所以这地方可以不用加啊 当然如果你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文件夹的话 或者文件的话 你可以加个杠啊 DV 我们当前的地方呢 没有需要 是不是就换了个命令而已啊 啊 其他没什么区别 行 之前一下 好 之前成功了啊 之前成功之后呢 看看效果 变了吧 哎 变了啊 哎 这样的话 就成功的 则行出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哎 不仅呢 前面这个用户名呢 Test 那么后面这个呢 组的名字呢 也是Test 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是学了两个命令 一个呢 是OWN这个命令 CHOWN 更改所属用户 另外一个呢 是CHGRP 它呢 主要作用是更改 所属的用户组名称 那更改它两个东西 我们得计两个命令 我觉得挺烦的 哎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说咱这个简便一点呢 呃 另外一个命令 啊 另外一个命令 就或者说这个命令的另外一个用法吧 思考 哎 如何 通过 一个命令 实现 既可以 更改 所属的 用户 哎 也可以 修改 所属的 用户组呢 哎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你只需要记住这个命令就行了 后面这个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就OK了啊呃老兄妹们这么做的啊他把这一个操作的效果合并到了这个命令上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命令它有两个用法一个用法是只改所属用户另外一个用法是用户和主都改用户的 户和主都改啊那么重点来看第二个用法 那么答呢是可以实现的通过谁呢就是通过CHOWS命令通过这个命令具体语法语法如下 语法呢我们就要记着第二个语法就可以了啊CHOWS 然后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个干嘛加不加看自己没有变化 后面变化来了啊 我们之前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一个叫 username啊 哎 然后后面是文件的文档的路径是吧 哎 文档路径是不是这么写的啊 这是之前的那么改完之后呢就不这么写了 文号G-R-O-U-P group name 哎就是把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group name啊就给他拿到文号后面下来 那如果你这个指令执行好那他这个用户名就会改成这个U的name 然后用户组的名字就会改成group name 其他语法一样的就是在原先的这个用户名后面多了个文号多了一个组名啊 可以这么来设置啊 这个呢是藏用那个语法 那么这个藏用语法呢和上面那个直改所属用户呢相比呢 这个用的稍微多一点 那这个语法用的多一点 上面这个语法呢用也用 哎 但是他直改用户 所以用的这个频率的话要比我们下面这个频率呢稍微要少一点啊 那至于这个直改组的这个呢 这个就了解一下什么啊 以后呢你还真不一定能到啊 但是你知道有这么多命令 CHGRP啊 语法呢啊 一看懂也得认识他啊 只是这个名啊 作为了解就OK了 行 那么现在的话你来试一下啊 这个问题 哎 来去走一下看看 来个案例啊 案例我们刚才是不是把这个 O这个目录给他改成了 Test了呀 主名和用户名是不是都改了呀 那么现在案例就是要求 要求我们只使用 只使用CHOWN指令来将OO目录 OO目录的所属用户和用户组改回成root 改回成root啊 要求这么来操作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个命令呢 然后呢root冒号 root后面呢 O 走 好看看结果啊 走 回来了吧 哎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OO里面的东西 杠 L 也回来了吧 哎 行了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命令来改两个部分的数据 既可以呢 改用名 也可以改 组的名字 这个要比之前我们一个一个的改啊 要方便的很多 比之前的命令方便很多啊 就通过一个命令就可以了 杠 R 表示DV 前面这个root表示user name 也就是所属的用户 后面这个呢 group name 表示所属的用户组的名字 后面加上用户录啊 这个语法啊 一定要记着 上面那个呢 哎 记着也行 了解一下也行啊 但是这个加P这个命令啊 你必须要看到他认识他 知道什么含义 哎 不要求以后用 以后用的东西 毕竟是在扫数 特deal 井 儿 女 妃 老 终 老 你的 巧人 氧 老 老